我前面也讲过了 就是说你在建立那个专案的时候预设值 这个地方预设值 它会是这边直接按右键 预设值 这个layout的部分就是它版型 Change layout 你会发现在4.0之后的版本 它预设都是那个relative layout 那这个relative layout 一般在布局的话比较不容易 主要原因是因为怎么样 它轻易发动全身 而且很不容易布局 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 你用relative layout 你真的会吐血 尤其你做比较复杂的 那个UI界面的时候 真的是不好布局 所以通常比较建议把它改变 那改变的话 如果你只是纯粹练习的话 你就直接用什么呢 用那个linear layout就可以了 linear layout里面又分成所谓的vertical 跟那个horirontal 那这里的话 应该是这个吧 vertical 如果你选这个vertical 应该是 应该vertical是什么 垂直的 垂直的 然后它就会循序从上到下 那这个时候你就不用去管说 那个布局的问题 可是又会产生问题 如果你有横 它变垂直的嘛 那如果说你要怎么样呢 你要能够在纵向里面 还要横向的话 那你就会发生问题 比如说呢 我们举个例子 像应该下学期课程会讲到 比如说你要做一个一个手机的手机的那个按钮的时候 那不是有123456789 那如果说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像这个地方 我们再开一个新 直接用那个hello world这里面来做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在hello world里面 再增加几个东西好了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在hello world里面的这个 我的layout里面 这个activity man 那比如说我今天呢 只有一个按钮 那我今天希望在底下布局 布局什么呢 布局123456789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按钮 那我按 我这个button放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 你会发现的放一个之后 那我要再放第二个 你会发现呢 你没有办法放到旁边来 有没有 放不下 它会往下 然后你再放一个之后的话呢 还是放不下 所以你没有办法放放到底下来 那怎么办呢 特别注意哦 这个时候呢 你就必须用layout layout里面的话有这些 那我的习惯是这样 你可以用那个table layout table layout就是有点像怎么样呢 你可以把它做一个表格 然后表格挤栏挤列 不就有 也可以放 对不对 但是呢 我有时候比较喜欢用那个linear 因为linear比较简单 也就是比如说我今天要把它放成横向 然后123的话 我可以这样做 第一个的话 我先把这个button 先把它移掉好了 把它delete掉 然后我在这个地方 我要放之前 我先放一个hore